大家好我是阿伯 在上個影片PS4跟PS5要選哪一台 阿伯說要再拍一個說如何挑選遊戲的指南 那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做一下解說啦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阿伯的頻道的話 歡迎點擊訂閱喔 然後影片開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個是屬於阿伯自己的個人潛見 可能不是很多人都可以試用 但是這幾點大家可以看看 自己在購買遊戲前有沒有做這幾點分析 阿伯在挑選遊戲的部分先幫大家列了六個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點就是先了解目前的遊戲類型 然後第二點就是選擇自己喜歡的類型下手 第三點是一天你可以玩多少的遊戲時間 第四點是遊戲的製作相關的訊息 第五點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沒有遊戲主機的玩家 該怎麼選擇呢 那第六點的話就是遊戲的新舊程度的價位 這些訊息我是覺得還蠻重要的啦 那大家就唯唯聽我到來 GO 第一點就是先了解目前的遊戲類型 那以表單上的話 我們先從動作遊戲開始吧 那這類型的遊戲大部分都會是 剛開始玩遊戲的玩家會入手的類型喔 比如像是Switch的星之卡比阿 SEGA的格鬥三人組阿 或是任天堂經典的超級瑪利歐兄弟 他們其實都是動作的類型 遊戲的特色就會是像從左到右的橫向卷軸遊戲 瑪利歐應該算是 代表中的代表了吧 當然動作遊戲也是有從簡單到難 那早期的話 如果大家有玩過惡魔城跟忍者龍劍傳 甚至是迷宮族曲喔 這類型的遊戲可能它的遊戲時間就會比較長 它像屬於難度比較難一點的可能甚至還有一些孔明的陷阱 在裡面啦 分遊戲類型的時候大部分只要是人型可動 然後你可以操控它 都會叫動作遊戲比較多 那接下來就是 ARPG啦 動作角色扮演 然後這部分的遊戲早期啦 就阿伯知道的 任天堂的薩爾達傳說阿 或是 超倫的聖劍傳說阿 醫書系列的 大家目前比較知道應該就是惡魔城月下夜相去吧 就是你可能按按按鈕阿 它會做出一些動作 那其實它包含了一些RPG的要素 收集道具阿 裝備阿 那可能還有升級的一些條件啦 其實這類型的遊戲 阿伯還蠻喜歡的 可能是因為 那時候玩聖劍傳說2的關係 當然每個人喜好會有點不同啦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到RPG角色扮演啦 經典的例子就是Final Fantasy FC的吞食天地 然後做個孔明傳 或者是勇者鬥惡龍系列啦 然後只是透過一些指令操作阿 你可以控制這個角色進行攻擊 或是施放一些法術阿 然後從戰鬥中勝利取得經驗值 那遊戲中也會安排了一些大量的迷宮 然後要你來解謎到新的關卡 多辦這個遊戲會是享受劇情 會比較多一點啦 可能還有一些什麼隱藏道具阿 這些東西 等你去探討 那如果說 你是有很多時間去玩遊戲的玩家的話 阿伯會推薦你買RPG 來享受一下裡面的故事內容 然後接下來是 AVG 冒險遊戲 這類型的在早期的話 以阿伯印象最深刻的 應該是超人 有一款遊戲叫地切草 不過這款遊戲我沒有玩過 是以恐怖風格為主 那當初是說在這款遊戲的 音樂特色 非常符合恐怖的情境 還有一些文字的敘述 不過因為早期的 遊戲都是因為容量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做一些大量的動畫 大部分都是用音樂跟一些圖片背景來取代 還有一款是阿伯特別喜歡的 就是沙騰跟3DO有出過的 低知識著 遊戲是有泛眼前製作的 通常LVG的遊戲 也會伴隨著一些解謎 接下來就是這些沙騰的那種 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有一家公司叫ERF 他們常製作什麼遊戲呢 夜行偵探 然後什麼UNO 野野村兵院的人們 這些遊戲在沙騰那時候 其實還蠻紅的 蠻紅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當初應該很多人有沙騰的話 這幾款應該都會買 這個 不好說不好說 那接下來就是AAVG 這也是後來延伸的作品 叫做動作冒險遊戲 原名叫什麼忘記 古墓秘寶 然後主角是蘿拉 像這款遊戲大家應該都有玩過 他就是AAVG的遊戲 然後像什麼惡靈古堡 薩爾達傳說 跨眼之息 這部分遊戲也是阿伯蠻喜歡玩的 他會有一個特徵 他可能 角色會是沒有等級 但是他會有技能點數 那他過關方式可能是要透過 解謎某些東西事件 才能讓你有辦法順利過關的 其實好像每一款遊戲都會有一些解謎的概念 RPG或是 冒險動作 因為沒有的話 好像會少了什麼 不過這部分的遊戲 其實有時候 阿伯會常跟ARPG搞混 後來才想說 是不是這些都是 他沒有等級限制的關係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如果你知道遊戲怎麼分的話 也會在下面跟阿伯講一下 因為這都是以阿伯的論點去講的 不一定準 那接下來就是 SLG模擬的部分 或是戰略的部分 戰略或者是養成類的遊戲 他都其實可以算是在SLG這一塊 最能代表的應該就是 三國志了吧 那時候印象最深刻還有一個是 SATURN的水浮傳 不過他就戰略部分來講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算半幾十戰略性 後面出現的那些機器人大戰 當然不在話下 大家應該是瘋狂的玩 不過阿伯先以 早期有解觸過的印象 來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 SRPG 模擬角色扮演 SRPG就是 戰略加 角色扮演 不是Cosplay 他就是一個 故事主軸 可是他的 戰鬥方式是用戰略的方式來達成 這種大部分會稱作為 SRPG 那例如經典的 蘭谷麗莎 不能講蘭谷麗莎 叫 夢幻模擬戰 這樣大家不要聽得懂 然後光明與黑暗 皇家騎士團 然後或是 聖火翔魔路啊 哇這些應該都是 就阿伯那個年代 不知道的 一個SRPG的遊戲 那這類型的 戰略遊戲其實阿伯蠻喜歡玩的 因為阿伯其實玩的遊戲還 蠻廣 但是不一定有破管 然後接下來就是 FTG FTG簡稱來說就是 格鬥遊戲 對戰遊戲 那這類型的遊戲就是 畫面上方會有協調阿 然後就是一批跟二批 左側跟右側兩個角色對打 先把對方的體力 奪取到零的一方就算勝利 然後過程你可以放一些絕招阿 或是使用一些小技巧阿 來打贏對方 因為格鬥遊戲比較麻煩的是 他的 付出很多 收穫很少 就是格鬥遊戲的一個代表啦 你可能要練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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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會有一點點 自己會覺得有進步的地方 礙於時間的關係 遊戲總類的話 阿伯會再另外拍一片 來跟大家比較詳細的解釋一下 因為這樣解釋可能也不太專精 到時候有空再來拍一下 接下來就是第二點 選擇自己喜歡的遊戲類型下手 就阿伯自己而言阿伯大部分的遊戲 都會朝向於動作 冒險動作 或是角色扮演類 或是格鬥類型的遊戲比較多一點 有的人會說為什麼不專注一款呢 因為對阿伯來說 同種類型的遊戲 你要是在短時間之內 接觸了太多次的話 基本上來說 你可能下一款的那種 熱衷度不會比上一款高 因為你可能都在玩格鬥遊戲 然後你會發現 怎麼好像都是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 久久玩一次同類型的遊戲 會比較有新鮮的感覺 如果你今天沒有完全接觸過 任何的一個遊戲 阿伯會建議從動作遊戲開始 動作遊戲在剛剛前面有講到 橫向卷軸這種 然後或是心之卡比 超級瑪利歐兄弟之類的 這種遊戲就是比較簡單 給你心裡的回饋感會比較大一點 例如說你一開始就玩格鬥遊戲 然後有可能打輸就不開心了 對不對 我希望你玩遊戲也不希望怎樣 大部分下班就是為了要休閒 然後最好是遊戲是有難易度可以挑選的 如果你今天簡單的 你覺得過了OK的話 那你可以再朝難一點的去發展 那過完之後心裡會比較有一個 扎實的感覺啦 那接下來就是 一天可以玩遊戲的時間 這一點我覺得是可有可無啦 因為畢竟 不是每個人可能會到這麼精打細算的地步 如果你是想要更精打細算的話 那這個你可以拉入其中一個考慮的 一個點 現在人的 遊戲時間老實說不多啦 以 出社會的來講好了 你可能每天工作的時候就 少掉很多時間可以玩遊戲 可能回到家都已經 八點九點十點啦 然後甚至可能做一下東西 你可能一天能玩遊戲的時間 兩到三小時我覺得算很多 除非你跟阿伯一樣不睡覺 既然會想說那遊戲都買了 如果要以破關來講的話 我覺得 單純動作遊戲破關機率會大很多 因為大部分的遊戲啊 你只要快點破關啊 其實你可以趕快拿去賣二手 那回收的價格相對也會比較漂亮 如果用這種方式的話 你其實可以快速的去體驗一些遊戲 然後我相信你玩的遊戲 會越來越多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然後接下來就是第四點喔 遊戲的製作相關訊息喔 在確定自己喜歡的遊戲種類之後啊 接下來就是要了解一下 遊戲的廠商啊 他曾經出過哪些作品啊 評價如何啊 製作人是誰啊 然後又或者這個廠商有可能 請誰代工啊 以前的一些廠商可能都被合併了 其實阿伯這塊比較不懂 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在碰電玩 那要先來看才會發現說什麼 萬代 納姆科 史克威爾 艾尼克斯 甚至是 亞特拉斯 都納入別人的名下了喔 這個是可以花時間去查的話 如果你想省錢買一款 可以撐比較有的遊戲啦 我建議會去查一下 但是可能也會有 跌破眼鏡的狀況出現啦 簡單來說就是 怕花冤枉錢 就是多做一些功課 然後第五點 是針對沒有遊戲主機的玩家 該如何選擇 如果你今天 你是剛好沒有主機的 然後你也沒有任何遊戲片 那你今天也要想 入手遊戲跟主機的話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阿伯先跟你講 其中的兩個特點喔 第一個就是獨佔性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平台 你喜歡的遊戲數量有多少 A跟B平台 這兩個不同的平台 你哪邊的 喜歡的遊戲數量有比較多 為什麼要用這兩個來看呢 因為獨佔性的話 有可能會是一個賣點 例如說可能某款遊戲 他只在 某台主機上面出 那大部分的玩家 可能真的很想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他就會連那台主機一起買 但是你在 做買之前阿 我會先建議你再 好好的評估一下說 這台主機上面 你想玩的遊戲數量多不多 那怎麼樣算多呢 我覺得應該 五六款 六七款可能就算多了吧 然後第六點喔 第六點是 比較符合現實面的問題 遊戲的新舊程度 他的價位 到底要買新遊戲還是買舊遊戲呢 這一點阿伯建議給 剛入手主機或是想要入手主機跟遊戲的 一個參考指標 簡單來講 遊戲一直在出 然後新遊戲那麼多 那大部分人都會秉持著 新的東西就是好的東西 阿伯覺得以產品來說 對沒有錯 但是如果以遊戲來說 不見得是這麼認為 因為有很多舊遊戲還是 受到很多老玩家的支持 跟喜愛 甚至出了超冷飯版 大家還是買得很開心 所以 與其這樣 我是覺得 不一定要去追求昂貴的新遊戲 你可以先注意看看說 市面上有哪一些遊戲 是已經出過一段時間 而且評價很高 再加上你自己解才剛開始玩 所以這些遊戲 反而是可以 讓你便宜入手的一個契機喔 而且通常這樣的老遊戲阿 折扣阿 二手 甚至是數位版 他的價格其實不會很高 那如果以二手商品來說好了 你用二手價買進來 你還可以用二手價賣出去 以這樣來說 你可以 一直換二手這樣賣 那是不是很方便 而且還更省錢 除非啦 真的是有一款遊戲 真的是新 新到你覺得 我一定要用新的來玩 才會爽 那就買吧 但是我也覺得 芯片不要買太多 花博你就是買太多 因為其實很多 遊戲的錢你買二手 可能可以玩到一個 不知道哪個時候的概念 再者啦 就是剛前面講過 一天的遊戲時間 如果不多的話 基本上你買了太多的遊戲 也沒有用 因為就會放在那邊長灰塵 你的灰塵滿滿的 最後他就會淪為 二手的遊戲片 以上就是今天阿伯的 6點 選購 遊戲的分析 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 有沒有什麼建議 或是想要跟阿伯討論一些東西的 也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那不知道這一篇會不會幫助到一些 還沒有買主機 然後也還沒有任何遊戲片考慮的玩家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我是阿伯 喜歡阿伯的頻道 記得幫阿伯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有新影片發布的時候 你會馬上收到通知喔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阿伯 欸欸等等好像漏講了什麼 因為這篇其實還蠻長 所以之後會 把一些東西在那個 更深入的探討一下 那期待下次的影片喔 OK 再會